那我们下一个要谈的是 Q的一种特别的情况 叫做Priority Q Priority就是优先顺序 优先顺序的Q 那这个优先顺序的Q就是 我们本来Q是排队 应该是按照我们时间的顺序 先来的先排到前面 慢来的排到尾巴 这个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的Q 那Priority我们就给它权重 给它一个值 给它一个值 给它一个权重 然后这个Q呢 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 是按照你的值 来排顺序的 那这种Priority Q 这种资料结果 那基本上你就是要 要能够 很容易去找到最大值 或者是最小值 要能够很容易抓到这个视线 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去找MES码 或者找MINI码 那这个所谓MES码 就是这个最高的Priority 那MINI码就是最低的Priority 然后再下来就是 你要能够可能会insert 就是我们要先要把这个 一个吸的脸下应该 你要能够insert进去 那基本上这个Priority Q 我们马上要讲 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用这个HIP 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就用这个HIP 做Priority Q 好那下面呢 这个我们有一些HIP的范例 上半部这一图 是叫做MES码HIP 这个MES码HIP 就是比较大的值 它是放在比较上方 那我们的这个MES码HIP 就是比这个Root 这个值是最大的 这两个都比这个Root还要小 这两个都比这个还要小 这个比这个小 所以这个MES码HIP 就是把大的值放在上方 那所以 所以这个我们 简单是这样写 这个MES码HIP MES码HIP 就是我们的这个Priority Q Priority Q 大HR MES码HIP 就是Priority Q 这是上半部的情况 那MES码HIP呢 就是下半部这个状况 那就是反过来 就是Priority Q 小于Q 这是下半部的状况 好那最后就是这个MES码HIP 就是只有Priority Q 有这个大小关系存在 这个10跟这个7 你不能说在这个Level 比较高 在这个Level比较上面 那所以这个10跟7 底下 这两个会有大小关系 实际上是没有的 只有Priority Q 有大小关系 这个旁置的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上方这个都是MES码HIP 下方的都是MES码HIP 那这个MES码HIP 跟MES码HIP 不管是哪一种 就是讲是 看你是大方上方 还是小的方上方 那这个Trior 基本上都是一个Compay的MES码HIP 记得CompayMES码HIP 是什么东西 CompayMES码HIP 就是上方每种都是满的 如果有缺少的话 你就在下方的右边 所以你这边的每个Triority 都是一样 你有缺缺的地方 一定是网 一定在下方的右边 下方的右边 有缺缺的地方 这也是 下方的右边有缺缺 这个Triority 也是 是在下方的右边 这边是有缺缺的 上方都是满的 所以我们的Triority 就是用CompayMES码HIP 那对于这个CompayMES码HIP 来讲MES 就是 这边谈的就是 看你这是MES码HIP 还是MINI码HIP 那MES码HIP 就是把大的方向上面 MINI码就是把小的方向上面 对于一个MES码HIP 或者MINI码HIP 那里的这个时间复杂物 我们要找MES码 或找MINI码 如果你是经常要找MES码 你应该把MES码上上方 那因为这个ROOT 就是整个 所有的资料的MES码 所以你要找这个MES码 一步就找到了 所以你是INST的 我们就说 这个是Order1 一步就找到了 那 如果我们是要INST 或者要delete的话 那这个要花去的 这个高度的时间 也就是Order Docker的时间 INST的或者delete 要花Docker的时间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说 我们怎么样 預測的一个 资料到我们的tree里面来 譬如说这个A 这个图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HIP 那现在我们要新增加一个点 5要加进去 那5加进去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按照顺序 你就是把它放到 因为你要新增一个点 新增一个点 它的位置一定在这里 因为我们的这个欠缺的标 一定是在 最下方那一层 最下方那一层 右边是有欠缺的 那我们就按照数据 把要加进去的东西 站起来的位置 最下方 然后右边 由左 由右 慢慢增加我们新的点 那所以 这个就是下一个 你要摆的地方 暂时放在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 你暂时放在这边 那我们把它放在这边之后 这个暂时把5加放在这里 那我放在这边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调整 所以5加在这边 这个就是5加的位置 那我们要进行调整 那我们怎么调整呢 你就是由这个地方 因为它跟庞子无关 它只有跟它的parent有关系而已 所以你就跟它的parent做比较 如果我比我的parent还要大 我比我上 因为我们这边是 就是massmahib 我现在5比这个2还要大 那我5就往上 就交换了 所以5跟这个就交换了 就变成这样 然后接下来 5还可能再往上 那5就再继续跟它的parent做比较 那一直 上升到不能动为止 那像这边的话 你就不能再动了 那就告示了 好 那这个暂时完毕之后 这个当然是一个新的massmahib 它当然遵循我们刚刚所谈的 parent die child 它呢 就是这个 因为你这个 这个往上 这个往上 它不会 它没有比这个还要大 所以这个20呢 这个20仍然是大于 这个新的这个child 那它本来就大于这个旧的child 所以原来其他的分支是不做影响的 它能够满足我们这个parent die child的概念 一样 好 好 那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例 假设你音色进去是21 那你音色进去是21的话 这个时候 好 你现在进去 音色进去是21 你 那你一样 你准备要画的位置 能够在这位置 所以这是21 这是21 那21呢 也是一样跟它的这个parent做比较 那你比你parent还要大 所以这个就变成21 然后2就放下来了 在这里 然后再过来你又跟你的parent做比较 那你这21又比parent还要大 所以这21就在这里 这个就变成21 好 那所以这个右下角这个tree 就是我们完成的情况 那一样 当你完成之后 你既然能够往上升 就是表示你比这个当初的parent的这个子还要大 那你就是往上升之后 自然之后 他比另外这一支的这个child还要大 所以这个就能够保持我们可以有个特性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要删除一个点 好 那我们这个删除点的时候 最多见的是把路的删掉 常见到的是把路的删掉 就是我们这个 最大的找到了 这个整个去的最大的就是只有这一支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用 拿出来用 然后就顺便把它删掉 最常见的使用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把它删掉 我们要维持我们tip的形状 就是 你的商务是满的 如果你有欠缺于平时 在最下方的右边 所以第一个要被删掉的点是这个2 这个2 这个点不能再存在了 因为 你现在就是这个2是最下方靠右边的那个点 那这个点是 这个资料是要被删掉 要被拿掉 所以我们就暂时把这个2 暂时拿到路 因为2这个资料是不能放在这里的 也不能放来 所以我们就暂时 把2这个资料把它放到2里 所以这个2就放到路 就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一个形状 那变成这样一个形状之后呢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tip的形状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调整 这一次的调整是什么 由上往下 你就看这个2 跟他两个chart都比较 那其实这个比较方式 这个两个chart先做一下比较 这个20比较大 20比较大 然后呢20就再跟我们的2做比较 所以这个20比较大 然后就跟2做比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交换 交换之后就变成这样子 如果这个2的下方 然后这边还有chart 还有其他的 那也一样 这两个chart先做比较 大的那一个 再跟我们现在这个pand做比较 那如果你这个pand输了 你就再往下掉 所以我们这个删除一个点 删除一个点 就是你把最右下角 最右下角这个资料 暂时拿来放到你越删除的地方 现在我们删除的是不疼 所以你就先把这个最右下角的2 拿来放到root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由上往下去做调整 调整到你的这个底部为止 就是调整到你往下掉为止 那这个调整的方式 这个是delete点掉我们的root 即使你delete点不是root 你在中间也一样 你就是把这个2 先把它取代以后被删掉的那个点 把右下角那个2 先取代以后被删掉的点 然后再去做调整 好那这个下面这个是说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把这个死把它删掉 二死把它删掉 那二死删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这一个右下角的这个就是死这个 要不要拿掉 那我们就把这个死啊 取代到我们的root这边来 就变在这里 那取代到这个root这边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 15跟2比较 15比较大 所以呢15就取代 就跟死对调 然后呢10又比这个4 14还要小 再对调 最后的情况就是我们右下角这个 好 好 再下来是这个mysl tree 那这个我们上一个礼拜有 有介绍过的 我们这边在这边 简单的复习 我们这边就很快把它复习一下 那这个mysl tree就是 你基本上你这个tree可以做search的 那你可以做search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资料大小 是要按照顺序来的 那我们的这要按照顺序来的方式就是 左边的search放的比较小 右边的search放的是比较大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search关系 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是我们三次的这个 讲的这个mysl tree 这个mysl tree 这个mysl tree 不要跟前面的hip把它做混淆 这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像这个mysl tree 它没有说什么 在右下角要空缺 像这个 这边就没有这个概念的 但是它永远有一个概念 就是你的右边比较大 左边比较小 这个是mysl tree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40比这个30还要大 这个60的话 这个右边是70 这个这几个都比这个60还要大 这个是mysl tree 好 那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这个搜寻的概念是 鋁科型的概念的 那我们搜寻的时候 如果你的这个k的指字 我们要搜寻的值 这个是跟路的一样 那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successful 那如果k比跟路的指还要小 你就往左边走 k的指比路还要大 你往左边走 所以基本上 它是这个recurse的概念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看过的拨本 我们这个就系列看 那我们要映射的 映射基本上 在mysl tree 里面映射的已经是在利弄 比如说我们要映射80 那你要映射80的话 你一定是先找到 80要映射的位置 那80就跟这个30比较 比30还要大 所以它就在右边 比40还要大 它在右边 右边没东西了 这个就是你80所在位置 我先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这个再看一下35 35比30还要大 在右边 比40还要小 在左边放进去 这个是映射的 好那delete呢 第二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方法 就是live node 那就直接删掉 这个不会有问题 那如果你不是live node 像这个好 你有两个小孩 那你可以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用你的 enode successor 一个是用你的 enode predecessor 那我们这边的话 用的是你的enode predecessor 就是把你的前一个 这个删掉的话 把你的enode的顺序 里面前一个 这个5 拿来取代你的位置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上一次所看到 如果你只有一个 如果你是live node 就直接删掉 如果你只有一个小孩 那你就是直接把他 往上移动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两个小孩 那你就可以去找 你的enode successor 或者enode predecessor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然后呢 就把他取代你的位置 那其中的重点就是 如果你是enode successor 你一定不会接受一个小孩 inode predecessor 也一样 你只会有一个小孩 所以 这个case 就会回到 这一个 一个小孩的情况 或者甚至已经没有小孩的情况 就是 在这两个小孩的这种动画 就是 他会呼叫这一种动画 或者这一种动画 好 这个以上就是 那一次是tree 这个也是我们上一次 已经介绍过的 好 再下来 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既加性tree 现在 我们现在有 K一个 order sequence order 意思就是有顺序的 order是有顺序的 或者是有顺序的 那我们有K一个sequence 现在我们的目标 是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好 莫名是合并 那 在我们这里 这个有顺序的K一个sequence 每一个sequence 我们叫做一个Round Round 所以呢 这边有K一个Round 再下来就是这个 Long Decretion Long就是什么意思 不减少的 不减少的 其实意思就是递增的 这个意思就是递增 就是不减少 这个是否定 减少 不减少意思就是递增 好 那递增是什么意思呢 递增就是AE 如果我们最后排出来的 递增就是AE 小于等于A2 小于等于A3 原点点到AN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递增 那另外一个叫做increasing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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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低增 那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在数学上面 比较音乐的讲法 这个AE 小于A2 小于A3 小于AN 換句話說就是 incretion incretion是慢慢增加 增加的意思 incretion的话 没有特别假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有这两个词在 可以使用的话 incretion表示说 A跟A又不会相反 它里面没有相反的情况 增加嘛 增加就是它不会相反 这个incretion就是 不会减少 不会减少就是 它是小微的 它不会相反 那这个各位可能需要 这个好好把它写下来 或是把它写下来 那这个呢 我现在翻译中文 你可以这样翻译 所以要递增 这个叫做什么 严格递增 严格递增 严格的意思就是 微相反 一定在递增 一定在严格递增 好 那一样的概念 反过海路是 这个油大 这个是 这个我们刚才翻译中文 你可以说这个油小的大 慢慢变大了 另外一种就是你翻过来的 当incretion 那就是不会增加 不会增加就是慢慢变小 所以A1会带等A2 带等A3 然后跟刚刚的概念一样 可以写 那你可以把它写成 递增 严格递增 严格递增 就是它里面没有交叉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未来 如果你要写一些 这个 报告 或者比较技术性的一些 入门报告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用词 潜质就要不要严谨 那因此你要怎么写 你到底是要写这个字 还是这个字呢 到底要写哪个字 这两个字 写出来的东西 会解的不一样 当你写这个字的时候 人家会认识你的资料是有重複的 当你写这个字的时候 人家会认识你的资料是没有重複的 因为人家有小和大 那你没有重複的话 你会重複这个字 你的字有重複的话 会怎么会相当啊 那又不 所以你不同的时候 你写出来的字啊 会让人家感觉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是要 这个是挡屏配件的资料 我们要把它 抹起起来 把K的抹起起来 合并在一起 变成一串 变成一个星龙 变成一串 那我们可以想象看 这个大概要怎么做 起八个要把合并在一起 大概要怎么做 那这边的这个 脆的直线嘛 直接咬当的方法 直接咬当的方法 直接咬当的方法怎么做 那就是每一次 我们现在是由 现在是这个什么 由小和大 所以要先把小的 先把它跳出来 那我们每一次咧 就是从Rone1 Rone1里面找一个 Rone2里面找一个 Rone2里面找一个 Rone2里找一个 最小的 他们都应该要出去的 是排前面那边当然是最小的 你就把Rone1到Rone8 那个最小怎么把它拿出来 八个做比较 比完了最小的那个就是答案 所以呢 就是八个做比较 就是K个Rone做比较 你就要经过K减一次的比较 能够把这个最小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 每一次 Each time 每一次可控K减一个comparation K减一次的比较 比较完了 那这个当时的最小比就知道了 好 然后再下来 假设像我们这个例子 在我们这个例子 这个6是最小 全部最小的6 所以下一次呢 我们再把这个6 下一个15拿出来 这是我们准备产生第二个 全部最小的 那你第二个 你应该是不是在这八个里面 全部再比一遍 又再K减一次比较 你当然就会知道 那个最小比较 当时的最小比较是哪一个 我们就可以转到 好 那这个是 Triple O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当时是这个方法 我们要谈的什么 就Win那Tree的方法 Win Win就是赢 Win就是胜利者 胜利的Tree 好 那其实这个Tree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 就是两两比较 两两比较 然后这个底的一个上升 所有的MD 就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是把 刚刚的这个八个Raw的资料呢 我们把它输入到我们Tree里面来 那我现在我们的这个 八个Raw里面的最小值 都已经放在6node 这个Raw1的这个最小值是10 已经放在6node Raw2的最小值9也放在6node Raw4的最小值 这个6也放在6node 那这个Tree呢 我们就非常简单 10跟9比较 9是赢的 因为我们要选对小值啦 赢的我们就往上升 20跟6比较 6是赢的 6就往上升 然后这块 9跟6比较 6是赢的 6就往上升 那这边呢 这边是6跟8比较 6就是赢的 6就往上升 好 那这个整个总体的最大值 最好的那个 0的那个就是6 最小值 整体的6 就是我们你们的那个最小值 下一次 我们要从N6这个 这个来源是这个4啊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Raw4啊 第二次我们要找的时候 我们还能忘记 这个输入 还要把它输入进来 好 所以呢 下一次我们就是把输入 再把它输入进来 那我们可以看啊 你在把输入 输入进来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唯一会 会有影响就是这条路径啊 这条路的资料可能会受到影响 其他地方是不会变的 其他地方 你刚刚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你不管是当时的6 还是先进来的 这个不会影响 这个3这边的概念不会影响 只有你刚刚 因为你一个4进来 新的这个第二个进来 那这一条路上面都会影响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把它降低下来 那你这个进来的时候 你就更新这条路就可以了 15跟20 2比较 这个数比较大 比较好 我们就上升 15跟9比较好 9比较好 9就上升 9跟8比较好 8比较好 8上升 所以只有这一条路上面的资料是有影响 那当然你再继续做的话 这个8就赢了 8是来一个怎么样 8的来源是这个 所以下一次 8的来源是这个 8就把这个15的 再把它升上去 那所以下一次你会有影响 就是 输出上去的这一条路上就有影响 好 其他这边什么影响 那这样做的这个实验复杂度 就可以降低下来 好 那这样的这个实验复杂度 好 可以降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直接看这个答案 因为你的 你的K 你的K 你的K代表 你的 代表你有K个RUN 那每一个RUN 就在这边占据一个NOT 所以你K个RUN 就有K个NOT 去的高度 LOG K 像这边有8个 这边有8个 去的高度就等于是4 这个有8个 好 所以LOG 是代表我们的去的高度 这个LOG又是我们吹的高度 这个是吹的高度 那你每一次要 就是每一次要产生一个新的答案 你就要花LOG K的时间 就是这个吹的高度你要重新 好 那这块是N就是每一次 产生一个答案就是1 产生两个答案就是2 产生N的答案就是N 所以N乘上每一次花的时间是LOG K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这边打个这个Tree的高度在这里 Mumple Levels 就是LOG 2 然后K加1 这个就是我们的Tree的高度 所以这个 用这个Windows Tree的话 基本上你要把 这些东西把它和平在一起的话 那就比较简单 上面这个是一个Windows Tree 剩下失败的 叫Rosa 各位都说什么Rosa Rosa Rosa 又这个看过 失败了 好 那其实这个也没什么特别搞不起 就是把胜利的 被打败的地下也就失败了 这样子而已 好 所以我们也都来解采一下 这个20跟6 这个是Lip Node 就变成不明的 这个6 把这个20打败了 所以这个20 现在当 在Windows Tree里面 这边放的是6 在Rosa Tree里面 就放的是20 然后另外6还有9 这个6是Winner 9是失败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边 9就变成8在这里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因为6跟8比较 6是Winner 8是Rosa 8是Winner 所以这个 整个这个Tree啊 就是把那个 你当时在 这个 论输引的时候 失败的 把它记下 那这整个Tree里面 最上面再增加一个虚的点 就是 Overall win 这个没有 没有失败过 就Winner 放在这里 其他就是把你 当时在比较的时候 输的就把它放下 所以这个Rosa Tree 这个里面 什么特别的状况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Rosa 你在比赛过程当中 乎什么一下 好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这个Tournament Tournament就是比赛 竞赛比赛 Tournament 这个字 所以 现在我们刚刚这个Tree 也就是一个Tournament Tree 竞赛的Tree 我们在这个任何比赛里面 淘汰赛 比赛就是一个Tree 那这个是Tournament 这个叫比赛 那你去这个 打一个篮球赛 打篮球比赛 就这个Tournament 就是一个比赛 好 再下来我们就 进入到这个Horrester 这个Horrester 这个Horrester 就是很多个 很多个 树 这个Horrester Horr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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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Horist就是定義成一些disjoined tree tree就是樹 disjoined就是沒有交集的 像下面這個 這個就是Horist 這邊有三個tree 左邊這個是一個tree 中間這邊是一個tree 右邊是另外一個tree 所以我們有三個tree 那這個三個tree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Horist 那當然啊 如果你把這個tree裡面的root把它刪掉 那剩下的部分當然就是一個Horist 譬如說我們這個 左邊這個是一個tree 你把這個A刪掉 那剩下就是bcd 個別都是一個tree 那個別是一個tree的話 它就是個別是一個 它就是 它整個合在一起的一個Horist 那這個Horist 其實跟我們之前 我們剛剛開始介紹的tree 那當然就是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現在tree 不是只有一個 現在可能有好幾個tree 變成Horist 那這個Horist我們要怎麼表達 在資料提供要表示它 這個表示的概念 跟我們前面這個tree的表示概念 是一模一樣的 你不能說 那我這個A有三個小孩 我用他的指標 這樣行不通的 因為你就不知道每一個 某一個 你不知道某一個 某一個點 他到底有幾個小孩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用的方法 還是要按照這個tree的概念來用 就是 我們的左邊的小孩指標 是第一個child 右邊小孩指標是他的brother 然後呢 你就 你就把它想成這幾個是兄弟 同一個level 這個好像這邊有一個虛擬的路腿一樣 感覺上這個Horist 整個上面有一個虛擬的一個祖先 路腿在這邊 那所以A的右邊這個E是他的牆 這個兄弟 E的 這個右邊這個D的是他的兄弟 所以呢 我們這個A 左邊指向他第一個小孩 右邊指向的是他的兄弟 然後E的 左邊指向他第一個小孩 右邊指向的是他的兄弟 所以 我們要表示Floris的 基本上我們用的資料解決 是minor twenty 那當然在這個minor twenty裡面 你要縮起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 這個左右兩邊的小孩 他不是對準的關係 他是 左邊小孩是Floris的Share 右邊小孩是你的 brother 你的兄弟 這個概念 並不是把你的資料 ig 但是我們用mig來表示他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試個下一個問題 假設今天我們點一個 是一個 inorder sequence 跟一個quit order sequence 這兩個代表他們有趣 那我們現在怎麼把它重建回來 好 我們現在可以inorder跟border 我們要把它重建回來 那這個重建的方式 在這裡也是 你可以把想像是recursive的 那首先 第一個動作 你要先找到root 如果你是border的話 這要怎麼用 來 注意一下同學 來 注意一下同學 這屬於歐的路頭在草地嗎 現在的問題 防火訓 不要動了 路頭在哪裡 不要動了 好 這個點是a 那你問一下一個 一般的答案 它在什麼地方 preorder root在什麼地方 很好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root preorder的第一個就是root 當然各位要知道 因為我們preorder 先root 然後再過來 左右兩邊 所以我們的root 就是第一個 preorder的第一個 一定是root 好 那既然這兩個 是同樣的twin inorder的root也是a 所以我們是 從preorder去找root 第一個就是root 那找到這個a之後呢 接下來 inorder的這個a 也是root 那inorder的什麼特性 inorder就是按照我們twin的順序 先左邊 這個a 左邊 這個就是bc 他已經放在這個twin的左邊 lep上去嘛 lep上去先來 所以bc一定是放在twin的左邊 那a的右邊這一段呢 一定是放在twin的右邊 所以我們在inorder裡面 我們就利用這個root 把我們的twin左右兩邊 inorder的 a的左邊的一定是 在左邊的上去 a的右邊的一定是在a的上去 所以true 所以我們找入層之後呢 我們的t就長這樣了 是跟人家一起吧 那接下來 剩下的部分 我們就配備科學 我們去看這一段 接下來我們去看這一段 那我們看這一段的時候 當然你就把inorder跟fiel的 相同的那個碼 調出來 那inorder的這個 在subtwin裡面 左邊的是bc 在這裡是bc 所以你要把同樣的bc那一種碼 調出來 那一樣喔 在biode裡面 bc 的這個subtwin root 就是第一個 那第一個就是b 所以bc的第一個就是b 然後再看這個inorder b是有的root bc在這個subtwin的root 好 那c是在這個subtwin的右邊 好 所以呢 這個b給你之後呢 這個是root 然後c是在你subtwin的右邊 所以這個subtwin就建議完畢 就長這樣子 好 那再過來就是 剩下的部分喔 剩下的部分 這個對應到嗎 剩下的部分 這一塊跟這塊是對應的 那再下來也還是一樣 好 preorder的第一個代表 這個subtwin的root 所以這個d 這個d 這個d就是未來 在右邊這個twin裡面的 這個d 就是我們的 這個d 利用這個d 你可以在我們的inorder裡面 把這個 這個twin 再分左右兩邊 左邊是1 右邊是f 所以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recurse的解決這個問題 好 這個是get in order 跟這個preorder 那你一定可以有辦法 那你一定可以有辦法 把這個twin把它存現回來 再下來 我們要問說 到底有幾個miner tree get in n 等於2 那到底你有幾個不同的miner tree extinct的 一定的就是有區別的不同的 不同的miner tree到底有幾個 那什麼叫不同的miner tree呢 我們這邊 上面這個是 左邊這個是n等於2 右邊這個是n等於3 左邊這個n等於2 有兩個點 兩個點的miner tree 有兩種 一種是這樣 這樣子 就只有這兩種沒有別的 好 這是另外一個點的miner tree 三個點的miner tree 用了五個 這是第一個 一條線下來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三個 這個是第四個 這是第五個 給你n等於3 三個點的miner tree 總共有五種 那我們現在的目標呢 就是要算說 那給你一般的n 你到底0的miner tree到底有幾個 我們要怎麼做這個計算 一般給一個n miner tree有幾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下面這個是我們的示意圖 這個 當然這個示意圖還是用miner tree 來表示它 我們全部的miner tree 這個我們給它的這個符號叫做vn 像這個上面是v2 有兩個mine tree n等於2 右邊邊這個n等於3 v3就是等於4 雖然我們要算的是vn 我們要算vn 那vn要怎麼算 vn的其他方式是 看下面這個示意圖 就非常清楚了 vn要怎麼算 那你這個vn 你將來要算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點要當root 一定有一個點要當root 然後有左邊subtree 右邊subtree 一定是這樣子 那左邊subtree有幾個點 有幾個點 假設左邊subtree有i個點 假設左邊有subtree 你這裡面 這是一個概念而已 不是說vn要放在這邊 這是一個概念 左邊subtree裡面有i個點 右邊subtree 那右邊subtree 那你把這三個 這邊是一個點 這邊是一個root 然後再加這個i 再加上n-i-1 這全部合在一起就是n個點 所以我現在要計算 這個vn到底是多少 我要算vn是多少 那就是 左邊的狀況 乘你右邊的狀況 好 好 各位想問看喔 我現在給了一個root之後 左邊的這個subtree 假設有三種情況 其實不會有三種 我們假設有兩種情況 左邊上去有兩種情況 右邊subtree有五種情況 那整個 整個k到底有多少情況 但是二乘以五 用乘的啊 用乘的啊 二乘以五啊 你針對右邊的每一個 在左邊都有兩種情況 所以你就是二乘以五 用乘的 好 所以咧 就是 這個i固定的 假設這個左邊有i個 i固定的 就是像我們這個方法例 就是 假設你有六個點 假設你有六個點 你有六個點 然後呢 左邊就是v2 右邊v3 這是一種情況 這是其中之一 你全部有六個點 你要算v6 你先要算v6 那你 左邊有兩個點 右邊有三個點 那還有一個 那這個情況呢 這種分成二三這種情況 總共有十種 總共有十種 二乘以五總共有四種 那v6當然不是只有分這一種 v6你還可以分什麼 左邊有一個 右邊有四個 這也是v6的動法 v6還可以分 左邊有兩個 右邊有三個 還可以分 左邊有三個 右邊有兩個 這個全部的動法 我們都要考慮 好 所以這個i 這個i的子 i的子也是從0 vii的子從0 從0到 剩下全部的這個n-1 都在這邊 反正這兩個相加 就是n-1 因為不得拿掉了 這兩個相加就是n-1 所以我們的公司在這裡 vn怎麼算 recursive 這個也是一個recursive vn怎麼算呢 就是你把它分成 左邊的vi一個 乘以右邊的 vn-i-1 每一種不同的i都要考慮 所以i的子從0到-0 這個vi到底是什麼 vi跟這個vn 同樣概念 他是recursive 然後再下來 這個v0還有v1 v0就是沒有點的時候 沒有點的時候 狀況就是走 沒有train 沒有train就是走 還有一個點的時候 如果狀況也只有一種 你畫一個圈圈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方的理想題曲 邊界條件 v0等1 v1等1 這是叫邊界條件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解這個 這個是一個recurrence公司 我們要解這個 解這個公司 還蠻複雜的齁 我們客人雖然有在解這個公司 可是我們的客人的解法 太過簡略 一般也差不多 好 那在這邊 我們把這個 解的過程 詳細把它列在這個地方 齁 這課本 你自己去看課本 可能你要推三天三天 你才知道齁 你看我們的講義 只要十分鐘就知道了 好 怎麼解這個問題 所以 我們接下來 用一個東西叫 解的瑞丁方形這個概念 生成函數 好 解的一個方形 叫生成函數 好 基本上就是 產生 產生的意思 所以這個叫什麼 叫生成函數 這個東西叫生成函數 好 這個解的瑞丁方形成函數 它是一個多項式 這個多項式 就是S 我們次方叫多項式 就很簡單 Si次方 這個叫多項式 那Si次方 它會有個係數 係數的這個值 是用什麼來表示呢 用的這個VI的值來表示 VI就是我們前面剛剛談的 VI就是 剛我們前面談的 這個V2就等於2 V3就等於5 所以這個VI就是我們的 這個多項式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寫前面幾項 的話那非常簡單 這個V2多項式是這樣子 這個多項式 就是一個 V0剛剛說過 V0是1 再把有V1呢 V1的一次方 V1的一次方也是1 再下來V2 V2是多少 V2 V3 V2 有的人忘記了 剛好都忘記了 V2是多少 來問一下朋友 蔡怡馴 V2是多少 阿 密佑 阿 怎么样 阿 没听清楚哦 0 加 珍 0 加 珍 在哪裡 v 2 是多少 v 2 是2 我們小營上面又行 v 2 是2 所以就是什麼 2s 平八 v 3 是多少 0 加 珍 v 3 v 3 是5 所以就是5s 的三次法 還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v的多項式 這叫生產函數 生產函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套我們的資料到多項式裡面去 我們的多項式裡面的這個係數啊 來計算我們的答案 所以v 2s 代表我們的答案 你把s 去掉 把s 的次方去掉之後 剩相的係數就是我們的答案 我們現在目標要算什麼 我們現在目標要算這些v 這個是我們的v v 就是我們要計算的目標 其中的幾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剛剛講v 2s v 2s 這幾個我們都知道了 後面更多的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都要算 這個v 這個v的集合方式 是這樣的 這個還有很多配料 我們在這邊先加位就行 好